互联网早期兴起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像如今的淘宝微博一样有这么多的功能 那时候的互联网仅仅是限于沟通 也就是在QQ上聊天 或者是玩玩QQ游戏 尽管那时候的网络还不是很发达 但是也出现了很多聪明的人物 其中一个就是16岁的王尹少年 至于王尹少年他做过今天东地的事情 那就是将腾讯CEO马化腾的QQ号打走了 这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那么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这位网友少年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这位网瘾少年叫做燕凤天 他是湖北天门的一个小伙子 学生与农民家庭的他 父母靠着种田干活来维持生计 同时他也不是什么好孩子 他非常顽皮 学习也不是他的爱好 他喜欢打游戏 最终也因为打游戏而放弃学艺 最终他的父母为了让他拥有一技之长 在以后能够谋生 于是把他送进了电脑技术学校 而他认为这个学校并不能够给他带来新的知识 在自促学后 他回到家里开始学习互联网的知识 他是一个非常有电脑天赋的人 最终他成为了一个电脑高手 就是靠自己的学习的 甚至在破译密码方面 有很多人都比不上他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盗取了马化腾的QQ号码 虽然他并没有恶意 但是由于马化腾报警 于是燕凤天遭到了不少的麻烦 他在最后有人帮他搞定了 他在广州考虑自己的手艺开了公司 最后凭着自己的能力给父母买了房子 毕业在武汉也开了首页公司 公司经营几年后 净赚了个十个亿 跟公司和后人散伙后 他也只拿了五百万就离开了 后来他陪着他的女朋友到美国留学 同时他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 现在他的事业虽然没有马化腾做的成功 但是也实现了财务自由 成为了在业内一个成功的人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